派掉到新加坡去当大使了 那么接他新闻局长棒子的人选 是现任桃园环保局长苏俊斌 那么苏俊斌呢 他最近可以说是很多的好消息 一连串的发生 礼拜五其实就要结婚 今天婚照都已经出来了 再加上博士论文呢 又刚刚登上国际期刊 可以说是学业 事业 家庭三喜临门 不过在520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不入府不入阁的 如今要来接掌新闻局长的棒子 是不是表示马家军的团队 要陆续归队 苏俊斌将出任新闻局长 他曾经担任马霄总统竞选团队发言人 在马霄当选后和其他幕僚 不入府不入阁 竞选结束后 苏俊斌被朱立伦掩揽入桃园县府 现在又被马英九轻点入阁 民典党立委跳出来说这是仇庸 对此苏俊斌不愿多做回应 谢谢大家的关系 目前唯一确定的 是我要解开 其他的消息 如果有进的步 我们要注重地回报告 谢谢你 今年32岁的苏俊斌在台大环工所攻读博士 是环保领域健将 他在马英九竞选国民党党主席和总统职位的时候 都曾经担任发言人 对于他的表现 马团队一致形容他 反应极佳 头脑清楚 非常聪明很适合与媒体打交道 不过好的人才是属于国家的好的人才希望大家共同来支持共同来珍惜 苏俊斌即将出任新闻局长就在本周五也即将步入礼堂 他的另一半是缅甸华侨两人在环保团体认识 所以另一半也和他一样爱环保 不久前苏俊斌博士论文在国际期刊上曝光 这阵子对苏俊斌来说可真是三喜里门 中天新闻 简正峰 陆一臻 桃源 采访报道